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样这个在这个理由不充足的状况之下 去做这样的动作 就我来讲我觉得我的感觉是划重屈从 我的感觉是并没有 在认真的认清 法官跟检察官 他们身上所担负的社会责任 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 今天罗文家跟段银康的谈话 对于检方这个声压陈水扁 而法院判定陈水扁收压境界 似乎有很多的不满 认为这个司法在程序上面的正义似乎不足 今天在立法院的民进党团 也是一连开了几场记者会 谈的都是同一个乱调 检方是在压人取贡 怎么会每天一报 和媒体共同炒作一个日日的全民公审 每天每天都把资料泄露给媒体 然后进行全民公审 全民公审到最后压了所有人之后 还是要压陈水扁 这段日子以来 台湾社会看到台湾的司法 就是两个印象最深刻 一个就是全民公审 侦查不公开 荡然无存 法治的价值沦丧 第二个印象就是压人取贡 当所有人都压 只剩下陈水扁 还以他会串政的理由 非得压他不可 而最令人可意与痛心的 压人取贡 这些密集的压人取贡 竟然是集中在陈云林来台的前后 以及连战要去参加APEC的前夕 到底检方该不该压陈水扁 法院该不该同意检方压陈水扁 刚才民进党的现在看起来 是已经定过调了 在中央党部开过会议之后 定过调了 认为压陈水扁 是有政治目的的考虑 而不是司法的需要 他们的说法是已经压了这么多人了 已经压了这么多人了 他还要跟谁串供 为什么最后还要压他 这是没有考虑到社会责任 法官 检察官需要考虑的社会责任 是压了陈水扁 会引发社会的对立 需要考虑这个吗 刘大哥 我觉得一个好的检察官 或者好的法官 他办大重大的案件 尤其这么敏感的政治案件 他多多少少会有政治考量 那一定要的 但是你考量东考量西 你最后的一定要考量 对整个社会 不要造成社会纷绕 这是最高的原则 那这些考量完之后 你当然最后还是要回归法律的基本面 你要接着考虑 你陈水扁 你有没有积压的原因 然后有没有积压的必要 我认为积压的原因是一定有的 而且他送了那么多资料 我认为他是充足了 现在他们讨论是 到底有没有积压的必要 你说那你既然证据这么充足 直接起诉就好了 你不见得一定要非压人不可 但是推政组他认为说 还有证人还有共患在外面 所以他认为你 第一个重罪 第二个你有灭证 淹灭证据或串证之余 所以向法院申请 那这是合法的法律程序 那你法官你可以不准 但是你准了 他就是正当 那你陈水扁认为不合理 你去抗告 抗告赢了 就撤销 撤销重新再裁 所以只要依照法律程序来的话 我认为都是合理的 那你现在压了 你们民进党说不合理 如果不压呢 如果今天昨天台北地医的裁定的结果说 吃肥 你觉得怎么样 南宁这边你觉得怎么样 所以这种东西没有办法考量 也不需要考量这些 不过我们看到现在 法院收押陈水扁的三大礼物 我们刚才也听到台北地方法院的这个发言说的 涉嫌重大证据冲锁 这是刚才他所提供的 现场检察官所提供的这个证词 还有一些证物 那涉五年以上的重罪 恐有篡证之余 绿营的说法是说 人全部都压在里面了 怎么还会篡证 剩在外头的是 陈志忠 黄瑞进 跟巫淑珍 这三个人而已 可是这三个如果要串证的话 也早八百年就串了 不会现在才来串 所以听起来似乎也 不见得 有道理 因为这个案情太复杂 而且太广泛了 那我觉得他们一家人 彼此之间的拱词 每一次都不太一样 所以他原先的串证 如果有漏洞的话 他们会进一步修补 那昨天阿扁好几个小时 不是他律师也都看了 他们会发现说 哇 这次我认为你不知道 你现在过去就知道去 他回去会再改 那何况刚刚那个发言也有讲 还有共犯 还有共犯在外面 那就是吴淑珍 陈志忠 他没有讲谁 他说还有共犯 所以我是觉得赶快处理共犯 那不要让阿扁鸡压太久 那我是三个东西 比如说重罪 串证跟逃亡治愈里头 就这个案子来讲 我最对我来讲最服气的 是串证的理由 赞得最注假 所以我是同意阿扁的三点证明里头 说既然抓了我 那那些都 其他人都放了 因为他们如果 这个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他们被压的原因的串争的对象是阿扁 那现在阿扁压了 那这些人就可以放了 这一点我倒是同意的啦 不过他讲的是说 如果他要背十字架 压了他之后就把其他无辜的被告都放了 如果因为这个样子而放了 那他们就是无辜了 就是这样 应该是说他们串争的对象 这个龙头吧 我念的是阿扁的声明 他声明是说 压了我之后就把其他的无辜被告都放了 他的无辜被告还包括陈明文跟苏志芬 就是说只要压了他 那些无辜的人就放了 那主持人我还没讲完 就是说压人取共 我们刚才谈到压人取共 就这一点来讲 其实我也反对 就是说他本来不共的 那你压了以后 就是硬没有压成有 这个我其实也不太反对 而且最后如果证明这个人无辜 他的压就很冤枉 但是我觉得压人取共 那也是在那里知道吗 像镇森池 不用他压 跟他说的压 他就都共了 就共就已经取到了 阿扁压了也没有用 你觉得阿扁有压人取共吗 阿扁压跟不压都无共 都取不到共 所以这个民进党团的诉求 我觉得站不住脚 但是他有共 对吗 是谁大佬 我跟你讲 镇森池是因为案子没有办到他 还没办到他 如果办到他的话 他也很可能进去的 不过我们现在讲的是说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说 民进党的对于司法程序正义的 这个诉求 就是说第一个压他没道理 因为要跟他串政人都已经在里面了 你现在压他 那压他起来就是为了惩罚他 如果检察官是为了惩罚他 而压他是造成了社会的对立 对大家都不好 像那个包含陈正慧 那我认为应该解除激压 因为他毕竟参与的层次不高 但是像外交机密部分的 像邱毅人也好 那些都是奉陈水扁指示的 外面还有人在 因为他现在五个案只办了一个案 还有四个案没有办 那像这些人会不会跟阿扁串政呢 那当然会嘛 对不对 我倒不认为说 我们现在外面的人知道 哪一些人到底压对还不对 因为你证据你不晓得 而且你说正身处现在还没有办到他 这一点我也反对 我也没有认为说 你知道说正身处 现在有没有办到正身处 这一点我也要持保留态度 因此他到底这些人是不是冤枉了 法律来决定 到时会不会放出来 会不会放 会不会因为压了陈水扁 放了其他人 因为放 积压反正不外两种嘛 一种就是积压原因消灭 消失嘛 就撤消积压 就是刚刚神道老讲的 他跟陈水扁会串 假如他的理由是跟陈水扁会串 而且不是重罪 积压原因 陈水扁压进来 积压原因消灭 当然撤消积压 可是这些人通通都是重罪啊 都是贪污本刑五年以上的重罪啊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双保险嘛 你积压原因 一个消灭一个还没有消灭啊 重罪还没有消灭就可以去积压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有时很难说 那在积压期间 随时随地都可以要求聚保 取代积压 停止积压都可以要求 随时律师都可以地撞就对 随时都可以地撞 那让检察官让法院来审酌啊 而且检察官认为说 我应该停止积压 他不需要法院同意 通知法院 法院都要同意 最早通知就好 义鸿的讲法 就好像特征所发言 只是比陈云南话多一点而已 但是他昨天在本台的晚间的节目 他讲了一句话 我现在还是耿耿于怀 他说为什么不先审 吴淑珍跟他小孩 就是因为如果他们两个审了以后 压了以后 你就没有办法压阿扁了 因为阿扁 阿扁串政就没有对象了 但是这个讲法我觉得是危险的 那这个就变成说 你非压阿扁不可 你就是为了压阿扁 而先谈阿扁 跳过让阿扁最后剩下的 足够串政的对象 上流在外头 所以你才有理由抓他 我觉得这个讲法是危险的 这是我的研判 我研判因为检察官一向 他有办案的技巧 我的研判他可能是这样 那不代表特征组 他是这样的考量 就是我因为看他们那种手法 为什么 因为沈大老认为 会先弄陈志忠 黄瑞静 那我认为会先弄陈水扁 所以我的理由 我是认为都可以啦 都可以 我的理由是这样 结果不太一样 顺序不重要 我的理由是这样嘛 不是如果说照沈大老的顺序的话 就真的陈水扁最后没有积压的理由嘛 因为所有要跟他串政的人 都已经在里面了 所以他不需要 至少重罪你可以压他 但是你只有一个重罪 你去压他的话 在这个 对社会责任这个层面来讲 似乎就不是那么正当 淹灭证据算不算理由之一 淹灭证据 对 对 算正跟淹灭证据是什么 我觉得阿扁还有淹灭证据的可能性太高 所以他淹灭证据的能力很强 对 所以应该一开始就先压他才对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理论上是应该先压他 我也是在第一时间认为应该先压他 其实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 是现任总统 所以就从外 像播羊聪从外往内办 那如果陈水扁现在已经被压了 我觉得有两个人 陈正范跟林德逊 他们可以考虑被 就是说那个交保或怎么样 因为为什么 就是他们比较清楚 是在国务基要会这一部分 协助陈水扁去做假的那个表 支出表 那甚至于做假账 甚至于我们也知道 有15项的那个外交机密 那个其实是外交部支出的 但是他们就把它列入到国务基要会里头 所以这一部分是可以 那你不过还有其他人 马永成跟那个邱毅的人来讲 他可能涉及到所谓的 机密外交的另外一个案 或者说企业行贿的案子 还没有那么的完整 那至于就是说 刚刚也有民进党的人一直出来讲 就是说这个 有没有必要拘邀他干什么 我觉得有一点逻辑不通 比如说罗文家 他那天马永成 他的好朋友被压的时候 他就讲说 花钱了你不抓 怎么抓这个盖章的人 盖章的人 如果你明知他违法 你还敢盖章 那我们还不知道说 特征组有没有查到说 你盖章的人有哪好处 对不对 我这还不晓得你是不是一个 协助重犯而已 还是说你四肢共享利益 帮助炸领 你也有贪污 对不对 我们还不知道 那你今天怎么又反过来讲说 你本来说应该抓这个花钱 今天怎么又反过来讲说 不应该去抓他 那要抓谁呢 所以我就呼吁说 让司法来讲话 我们吵来吵去 国民党当然我认同 就司法人权上要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 不要因为他只是因为他是卸任总统 陈水平 一体适用所有的人 但是请问 被抓去看守的人何其多 谁讲过 谁在帮他们讲过 有司法人权 第二个 就是说你今天你反过来看 今天你那个民进党这么多的人 当然我就讲说 因为陈云林来台 让我们蓝绿对峙 冲高到这种地步 其实我觉得就很 昨天就很不油然 我觉得电视一直在播 央视怎么播啊 什么怎么播 好像真的是国共好高兴啊 哎呦抓起来了 就是这个气氛不对 真的在这种蓝绿已经炒到这种地步 就陈水扁他八年来 他眼活了爱台湾的男主角这一出戏 然后他也眼活了 把我们外星人吃米 把我们帮到这个天堂的时候 你压他当然难免 那个气氛感觉很不舒服 但是我想反问管币宁 就是说假设今天民进党执政 假设今天总统是谢阳廷 你怎么样 你放过陈水扁吗 还是你要压他 你对得起 你如果放过陈水扁 要先问会不会办他 才问会不会压他 对啊 就要不要办他就有说 你符不符合正义的原则 你符不符合这种司法正义的原则 第二个 你如果说好 不办他 放过他 那你道义责任又在哪里 你的司法的整个体系 不是又崩溃了吗 对不对 所以不要因为今天是 马云友当了总统 你认为去办他就不对 这个案子 从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就发生了 陈瑞仁当检察官的时候就起诉了 只是他有个保护伞 520的时候应该就要起诉的 只是陈水扁他很会下缴货 他今天如果说求人得人的话 他如果说无辜的被告要放出来的话 他520那一天都要去自首了 他去自首其他人可能就真的都不必进看守所了 我们先进广告